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周在北京闭幕 会议不仅对中国十四五规划做出了部署 还提出了2035年的远景目标 正面临着经济负增长压力的香港 该如何抓住新的国家 国家规划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 又该如何巩固自身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所长 今天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将对话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司长您好 您好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我们回顾当时的港澳专章 曾经特别提到了 要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 要支持港澳提升经济竞争力 那么当时有很多评论文章里面都说 香港面临着重大的机遇 我们如今回顾一下这五年 您认为香港在其中把握住了哪些机会 又为香港自己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十三五规划里边 其中一点是巩固和提升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 这方面过去五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这个都是感谢中央给我们的支持 举个例子 在我们金融市场这方面 2015年的时候 在这边上市的内地企业 大概900多家 现在已经到了大概1300家 这个市值当时候是大概是15万个亿 现在已经增加到超过33万亿的市值 我们股票市场里边成交量 每天当时候大概70%左右 是跟内地有关的企业的成交 现在是超过80% 市值的话当时候是大概60%多 现在也接近80%左右 可以说由于内地给我们的政策支持 内地企业走向国际 来香港筹资融资 就把我们的股票市场 推上另外一个台阶 但今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我们看到因为疫情的关系 让这个挑战变得更大了 香港的各行各月可以说 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 那么我们回顾当年非典的时候 经济能够快速的复苏 和当年中央政府推出了 内地居民港澳个人游 和签署了这个SEPA的大礼包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今年的情况是截然不同了 疫情持续的时间很长 入境旅客很少 在这种情况下 您觉得香港在这一次 想要尽快复苏经济的话 法宝在哪里 有什么应对措施吗 2003年SARS的时候呢 其实是我们从1998年 亚洲金融风暴 然后在美国的科王谷爆破 然后到这个SARS的时候 我们经济呢 是往下走了一段时间 当时是很困难的 这个房价也掉了很多 税率也很高 房价掉了百分之六十以上 税率到百分之八点多 是很困难 那个时候国家给我们 正式支持自由行 SEPA 所以呢在这个固定里边 我们反弹很快 新冠肺炎疫情 往后的这个经济的飞幅呢 我们估计呢 可能这个经济复苏呢 跟以前比较呢 不一定能好像过往 一个V型的一个反弹 这一次呢 可能需要的时间 也比较长一些 不过呢 我们也不要给短期的 眼前的困难呢 揭闭了我们看 中长线这个机遇 粤港澳湾湾区的发展 对香港来说是很重要 我们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经济体 人均GDP已经四万六千美元 是一个很高的水平 人口七百多万 一个比较小 但是呢 一个比较小的市场 发展到这个阶段 要往上到另外一个台阶呢 越港澳大湾区给我们 一方面一个大的市场 透过大湾区扣进内地的内存 另外一方面呢 在产业方面 我们做得很好是金融 房地产 我们往后 如果能跟比方深圳 广州 跟其他的兄弟城市 有这个创科方面 先进制造业方面 可以互相出境的话呢 这个也给我们另外一个台阶 所以呢 尽管短期 这个经济飞幅需要一段时间 不过呢 从中长线来说呢 还是比较有关 国家在这个内外循环 商务促进这个角度呢 也提出改革开放 这个国家发展战略 是坚持不变的 是在一个更高的水平里面 双向的开放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 其中一个重要的 跟国际的这个门户跟侨人的话呢 往后我们在这方面的角色 还是很重要 也给我们提供另外发展的机遇 那我们注意到今年特区政府 似乎也调整了这个花钱的风格 派出了多轮的防疫抗疫基金 也首次给全民派发了一万元 那您在预算案内曾经预告过啊 未来几年的经营账目 或许都将录得一个赤字 那特区政府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去应对长期的财政赤字的问题呢 我们看了一下未来五年呢 总的来说呢 是每一年都有一个赤字 但是这个赤字的金额不很大 大概一百多亿到两三百亿左右 我们一年的总开支超过六千个亿 所以在整个布局里边呢 还算是一个比较平衡的预算 尤其是考虑到这个国际环境这么复杂 我们面对经济下行的情况 所以正在估计到明年三月底呢 我们还有大概八千多亿的这个财政储备 这个水平呢 大概是我们一年开支的十二三个月吧 还算比较稳健 往后呢 一方面呢 我们要继续投资 尤其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 政府的投资是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呢 经常新开支呢 我们要进入一个整雇期 不能随便增加 在收入方面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吧 现在国际上呢 在税务方面呢 也出现很不同程度的一些竞争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会注意 如果能增加收入 也不影响我们的竞争力的话呢 这方面呢 我们会积极考虑 现在在这方面呢 也研制上找 不是说有一个 马上要做的计划 社会里边需要有一定的讨论 要审慎从事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近期一些社会上 有诸多不同的持分者 都跟特区政府提出了诉求 希望能动用财政储备 去帮助社会渡过难关 但是维护金融安全 就必须维持财政的稳健 您是如何来平衡这两者的 香港呢 在一国两制这个 突得安排一下呢 有一个很突得的情况 也是历史的原因 就是港币跟美元是挂钩的 在这个挂钩里边呢 对我们金融稳定很重要 对安定社会民心 这个也是很重要 在基本法里边呢 第107条就提到 我们要收支平衡 避免出现赤字 同时间呢 我们的开支增长 要跟我们的经济增长相匹配 这个是一个方面 是财政几率方面的 一个要求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在基本法里边呢 从111条到113条呢 也提到呢 第一港员要保持自由兑换 不实施外汇管制 资金自由进出 我们发行这个港币的时候 需要有百分之一百的储备 支持 所以呢可以说 这个联系汇率制度 有它的一定的写计 在这个写计里边 保证了我们金融的稳定 但是同时间呢 也限制了我们一些空间 比方香港来说 我们可以说没有货币政策的空间 利率基本上由于跟美元挂钩的话 也跟美元的利率 这个挂钩了 也不能随便的发行债务 不能随便的增加这个货币供应 因此呢财政政策 财政储备对我们来说就很重要 这个呢也解释了 为什么刚才我说呢 在经济下行 外汇环境困难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要帮助老百姓 我们要支持经济发展 钱的话呢 应该用还是要用 同时间要审慎从事 要小心用 举个例子 去年出现社会事件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是 大家会担心 会不会资金流出 令香港的金融稳定 出现问题 前阵子 比方美国制裁 所谓制裁 在房间呢 很多不同的猜测 会不会做成这个金融稳定的问题 回头看过来 我们的金融市场都非常稳定 所以呢 有一定的财政几率 保持一定的财政储备 以至于我们能保持金融稳定 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中间呢 我们做的时候呢 还是要小心平衡 我们看到近期香港 也有很多可喜的现象 像今年七月份 您曾说 自四月以来 三个月内就有超过 一千亿的资金流入到了香港 那十月底 香港银行体系 总结余的数字 是2016年以来的一个新高 未来还会有一大波的优质企业 会来香港上市 您认为这透露出来一个 什么样的信号呢 这个呢 很有兴趣的 这个呢 也表示呢 我们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汇率稳定 资金自流进出 是我们一个 很重要的核心的竞争力 四月份开始到现在 流进来 流了三千多亿港币 所以我们银行减余呢 现在四千多亿 很高 曾经呢 也有一些朋友 在问一些问题说 这个钱进来怎么多 是不是要准备呢 到时候一起走出去 冲击你的联系位率 到时候呢 你的金融稳定 会不会出问题 也有这些猜测 不担心 我可以跟大家说呢 这些钱进来 我们给它港币了 我们拿了这个美元呢 我们还是投放在美元的资产 我们随时做好准备 你进来随便进来 你要走随便走 都能给你兑换 也不会对我们金融 对我们的金融稳定 做成影响 最近这半年 有不少内地在紧麦上市 企业回来香港 遏制上市 这个是我对我们的 股票市场的一个信心的信心意票 很重要 我们也看了一下 要排队过来的还不少 中间呢 有一些规模比较大 所以呢 也吸引很多老百姓的兴趣 它 这个过程里边 流进来的资金 社会给它动用 动起来的资金也不少 这个呢 我们都很小心在监督 没有看见什么特殊的情况 这个呢 也表示了 其实我们金融系统呢 这个运作 运作呢 还是有序 很暢盛 那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 在全球疫情都肆虐的情况下 资金持续地流入香港 可不可以说明是国际资本 对港人 甚至是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 一个肯定呢 对我们这个金融体系 金融系统是非常有信心 那这个呢 也是用行动打破了 之前有一些猜测 说是 国安立法了 这个美国所谓的香港资产了 会不会把我们金融中心 这个地位做成影响 这些国际资金 哪里有机会 哪里这个有前途 生意好 能赚钱 它就来 所以在这方面呢 最重要还是一方面 我们用好国家 给我们的发展机遇 发展我们的金融中心 同时间在这个监控方面 要不断警醒 不断动态的 全时间的 夸界别 夸界别就是 对于说 这个银行体系 股票市场 这个 外费市场 年动词的 那些全天口的监督 这个工作 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呢 就可以在一个 比较稳的情况以下 利用好这些资金 那我们也看到了 内地的经济 现在正在迅速的复苏 中央也提出了 双循环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那么您觉得 内地经济的复苏 会给香港 带来哪些新的机遇 内地经济顺畜复苏 对我们的帮助呢 在我们第三季度呢 就看得出来 第三季度 内地经济增长的 大概百分之四点九 但是出口呢 这个是 增长了很多 这个呢 也带动了 我们香港的进出口 在第三季度 恢复增长 九月份呢 我们出口呢 增加更厉害 所以呢 可以说 内地经济复苏的话呢 对我们是有 离干见影的影响 外眸以外呢 我们是希望呢 在内循环这块呢 我们能把握这个机遇了 因为国家推动 这个内循环这块呢 对我们香港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机遇 一方面 国家要增加内需 除了量以外呢 还要提升 这个内需的内涵 那对我们香港来说呢 我们的 我们就鼓励港商了 一些优质的产品 外销以外 要多花精神 开拓内地的市场 另外一方面呢 由于内需需求这么大 港商 在这个贸易方面 拿到境外的一些优质产品 怎么做好 这个分销的渠道 这个也 对我们来说呢 是一个机遇 那上周在 北京闭幕的五中全会上 对中国的十四五规划 做出了部署 还提到了 2035年的远景目标 您从这其中 看到了哪些新的机遇 例如我们香港将怎么融进去 怎么参与其中 以及会在其中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五中全会公布了以后呢 在经济方面 其实三个重点 一个是内需 另外一个是 创新跟科技 然后第三方面呢 是在一个更高的水平 方向改革开放 内需这块呢 香港通过大湾区 扣进这个内循环的话呢 港商有很大的发展的机遇 外循环方面呢 香港这个图特的角色呢 会继续发挥作用 金融市场是一块 我们看了一下 在今年三月底 井外投资者 投资在内地A股呢 有70%是通过 互感通 深感通 再卷通 其实全世界的 这个投资往后呢 会增加它在内地 投资的比重 那这个增加的过程里边呢 香港就能发挥作用了 吸引一些井外的人才 科技人才 创科机构 创科企业 来到香港落户 用好跟深圳之间的 这个宁静的关系 我觉得呢 在这方面呢 我们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您觉得 在内外环境 各种条件综合下来看的话 香港的未来 您预计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前景 我觉得呢 往后除了金融产业 金融服务业以外 创新科技是 过我们努力的方向 然后从这个贸易航运来说呢 我们轰运这一块呢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作为一个大湾区 国际航空枢纽 现在呢 疫情以前 我们每天在香港 出发的这个航线 大概超过一千个航班出去 到井外大概二百多个航站 货运方面呢 我们处理大概一年 四百六十万公吨 全球第一 颗量方面呢 我们曾经处理 大概超过七千万 全球第四 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三跑 做完以后 一年可以处理的 人流大概超过一百亿 货运呢 超过九百万吨 在发展这个第三方物流业 高增值物流业方面呢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那这个呢 也是我们作为大湾区 国际航空枢纽方面呢 可以发挥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长处 那第三方面呢 是推动两地人民航来 因为十三五里边 我们看了几个重要的跨境 基建都落成了 港座大桥 广兴港 高铁 连堂 向阳瑞姐公路 所以呢 一小时生活圈已经建立了 三小时以内 基本上覆盖了整个珠三角 那这样的话呢 对往后两地人民往来呢 很方便 那香港市民 香港年轻人 如果有兴趣 到大湾区发展 生活的话呢 就会更便捷 所以呢 这个呢 也不单纯是经济了 是社会民生 所以我觉得呢 是感到很乐观的 好 谢谢您 谢谢 1998年金融风暴 2003年非典来袭 无论何种困境 香港总能转危危机 如今 面临内外环境的 诸多不确定性 香港的下一步 至关重要 我们相信 凭借一国两制的优势 借着越搞大湾区建设的东风 香港 定能很好的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也会保持自身的优势 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中心设计者里约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